打开微信 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你看看我手机 没电没电充 什么没电了 我这是没法用了已经 怎么又没法用了 出新手机了 对啊 iPhone我跟你说现在已经出到11 Pro了 新款我这都上一代产品了 这肯定没法用了 怎么就没法用 我这上上代屏幕都碎了 我不也在用吗 不是 那我能跟你比吗 你不就是那种凑合的人吗 一点追求都没有 我怎么没追求 我追求追求你 不是 那就是我凑合的呗 我从那以后就明白了 这种事情千万就不能凑合 还有这车也是 车怎么了 BMW 3C 这凑合吗 刚买完就换了 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汽车媒体 正因为我是汽车媒体 你知道吗 我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 新的不一定就比老的好 而且咱这个优惠大 新压比高 什么呀 新的就是比老款好 我跟你说我同事刚提的一新三系 坐着可舒服啊 哪哪都比咱这个车强多了 你坐了 我 啊 不是 那我那天下班上路就坐了一下 啊 啊 人都是你 好吗 这就不重要吧 哈哈哈 这么着吧 你带我看看啊 我看看那个新三系 到底有多好啊 没有这个必要吧 哎 有有有 哎 你那个朋友啊 我交定了 他人呢 啊 不是 人呢 人不在 但是车在啊 是不是车样也在 哈哈哈 车咋有什么用啊 不是 那你不是要看车吗 你就看就行 那这车都在这儿了 这有什么可看 这比我那个车好吗 比咱家那车强啊 你看人家这帅多了 帅在哪 中网啊 你看啊 中网不比咱家那车帅吗 这就帅了 他这个是胜 我那就不是胜了吗 人家这胜比你那胜大吧 大就好吗 当然好了 人家重点是功能多 人家是主动闭合式进行格扇 我那也是被动闭合式格扇 那贴个纸壳不就完了吗 这是什么新技术吗 那你看灯 你看灯 灯又怎么了 我那也是IoE大灯啊 人家这个灯 它造型更犀利好吗 你要说造型 那我就有得了了 我那是天使眼 宝马的精髓 他是天使吗 他只有岩石 你得得得得 那人家还长呢 我 我是不是车 那长不是因为它这是长轴巨版车型吗 那人家短轴的也比咱那车长吧 别误会我不知道 新款不是加长的吗 而且说到这我就来气啊 你买车买一短轴版 你让我爸妈怎么做呀 你爸妈一年也做不了两回啊 那当然了呀 做一回就跟我说 这后排还没出租车地儿大呢 不是 他 他坐着比出租车 这个 这个 舒服啊 对不对 而且你说舒服啊 他这是顶配车型 无药实进入不也没有吗 咱那个车省一点钱 你选个无药实进入 它不香吗 选 你天天就知道给我选 你这尾翼你给我选一个看看 这尾灯 能选吗 就这个尾翼确实是想选装的 这开大马路都容易被警察拦 涉嫌非法改装 是吧 这你拉倒吧 那这排气也比你那车好看呀 好看的哪 我那也是双出排气呀 人家这是双边双出 你看这对称呀 而且这有装饰多精致 这看上去就像个装饰 跟假的排气一样好吗这个 不是人家这是真的好吗 而且你看这儿 325LI 这一看就比你那车排量大嘛 懂不懂 我们俩的车都是184马力 到他这儿他就管自己叫325 这是坐地起劲 知道吗 对对对 还有这事呢 这不重要 你看后面这个LI 你有没有想到什么 想到什么呀 理呀是不是 这一看就是你的车 得了吧 是我的车最后背的写你的名吗 啊不是 这废话还能写你名啊 哎你看看呀 这新车内饰啊 你看这做工 这用料啊 这金属按键啊 还有哪哪这不都转的吗 皮质包裹啊 纹理感啊 你说就咱家那老车 能跟这是一个档次的吗 啊 这个东西都是这个表面上的对吧 你看车 那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本质上这个车 它不还是没有坐以家热闹 咱那个车最低配都有坐以家热闹 踏着它顶着也没有 是不是证明咱这个老款车里更好 哎对对对对 你琢磨琢磨是不是 这么贵的车为什么没有坐以家热闹 对啊 啊 啊 你说咱家那个老款车 坐以家热是不是你自己选装的 懵我 是我选装的呀 但恰恰是因为咱们没有买新款车型 老款车型优惠大 省些钱咱们选了个坐以家热呀 对不对 那优惠呀 那人贵有贵的道理好吗 新车 你看看 你别看那个选装 就这车的标配 人家也不差呀 啊 这儿这么大一个中控屏 没看到吗 啊 人家还标配了一个什么 最新的iDrive系统 你看啊 就这个手势啊 手势系统 我左手画一道彩虹 啊 右手画一个啊 李伟龙 行了吧你啊 这个啊 切个歌啥 这人家在车外边看 以为你在车里边划拳 那啥 这是五回手666啊 没少喝呀你啊 周己跟谁喝呢 我没喝 他这个隔壁桌 吓上手 我听了两句 哈哈 我能喝酒吗 是不是 那是人干的事 那夜景你表呢 啊 你说咱那老款车有这个好吗 这个你看色彩丰富度 还有功能多样化 那老款啥呀 那就俩水表怪的 什么玩意水表 那是经典好不好 致敬经典 致敬这个146 对吧 它这个标准的这个造型 复古样的设计 东东 是 那放盘呢 你说你那老款什么玩意儿啊 你看看这新款 这握杆 难道它不香吗 你握 它香是香啊 但是它这个说白不就是个钉子 对 钉子路嘛 对不对 它就是不迷路 是不是 再说这个放盘平时也是我开 你又不开 那你就不能替我操心了 我握着还挺舒服的 我当然要替我自己操心了好吗 你看这儿啊 这新车是不是有310全景 我是不是用得上 还有这个啊 Auto后的电子手刹人都有 这用起来多方便啊 同体那老款啊 什么玩意儿 在那咔咔 我也露不住啊 你说什么 它这机械的它就好啊 对吧 它电子的 这就没法飘移 对吧 机械的哎 你一拉对吧 飘移 晚没刷够 够了 你品 你细品 这个空间 这个后排 这才叫车好吗 你那什么呀 有拿长轴跟短轴比的吗 是不是 那你架不住人 坐垫也长的啊 这是长轴和短轴的区别了吗 不是 这坐垫长梦 你敢说敢说 不长梦 是不是能直接抵住你的大腿根 不是 拖住你的臀部 有没有 那是拖住了呀 那已经那么回事了 专哥 我那可拖不住吗 是不是 那人家不光空间大 人家上面还有大天窗呢 你看啊 这多通透呀 是不是 你那上面就是一小天窗 你头顶上多牙齦 那是坐垃圾吗 你咋是坐牢 你用的上不这东西啊 我那那么小天窗 平时也不见你用啊 坐前摆你都先晒 这时候你又不先了 不是 那人家还有氛围灯呢 是吧 你那就俩颜色 人家这有11个颜色 看见没啊 这多好看呀 平质感 你不都说这是氛围灯了吗 这就是个氛围 那有什么用啊 你喜欢给你贴一条LED 行不行 人家宝马的氛围灯 那是有功能性的 已经上身为安全配置了 你看看 现在它是个蓝色是不是 等门一打开的时候 它就红色 红色预警 提醒你门没关好 你看这多实用啊 再说你看这啊 咱们后排还有空调 可以调节 底下还有俩Type-C介绍 你就说这个啊 不比你那短轴的强多了呀 我那短轴的 追求的是 是运动 追求是操控啊 是不是 那这车你得开开呀 开啊 开就开 真的 这是三系的 这可不是吗 你没感觉这车 比咱们家那车强太多了吗 强的哪 这不都是一百八十四马力吗 那这车三百牛米啊 这多出三十牛米啊 这么大差别 三十啊 你感受不出来吗 我真的就没有感受出来啊 没有那么大差别啊 就你还好意思说 自己是什么汽车编辑呢 这么大差别你都感受不出来 明显就是你专业不过关啊 我是汽车编辑 我也不是老中医 它再说它就没有那么大差别 你让我上哪里感受去 你买那么多口红 你不也分不清哪个差是哪个差吗 那 那你试了这么多车 你还不是没感受出来吗 不是 我试那么多车 我一个也没买啊 你试那么多口红 你一个也没落下啊 这车不是让你买的吗 你让我买 我也不一定觉得买啊 它关键是没有咱那个车好 你就说这方向盘 是吧 这方向盘不挺好的吗 你看这M方向盘是吧 还有那个握杆 这都好 它不是握杆的事你知道吗 它是这个路杆你知道吗 咱那个方向盘它虽然沉了一点 但路杆好歹是清晰啊 对不对 它就像拧一个精密的螺栓一样 湿湿入扣啊 特别带感 那这个方向盘对吧 它就有点这个易扣 手机有点虚了 虚的好呀 虚的轻啊 这是我开合适 这时候你又喜欢虚的了 那我不喜欢我也没办法呀 这都这么多年了 我这不也习惯了吗 不是 你说什么呢 你习惯吗 那最后不还是我开车 你也不开呀 那我坐着我舒服呀 是不是 咱家那个车你坐着不舒服了吗 你没觉得这个车 它坐着更舒服吗 你看这个悬挂啊 这个底盘 这个绿真心 多软呀 这车啊 非常的舒服 这叫 舒服 男子就是舒服 咱买的是3系 咱们这个车难道不应该追求驾驶 追求操控 追求运动吗 行 你就喜欢运动是吧 那肯定的 对不对 那回家呀 我让你运动运动 床铺完了吗 铺完了把地给我蹲下 不是喜欢运动吗 今儿我就让你运动够